十分未來的 學哈哈哈 四十七點半開始 然後大家覺得說回家太晚了 所以我們是七點開始 然後現在可能夏天早上 大家就開始 就會太지도 越來越晚的跡象 不好意思 就是說我們還是要介紹一下 什麼是哲學星期五 今天有大家是第一次來的嗎 這麼多 這麼多是第一次來的 是因為題目而來的是不是 那你們一定不知道 哲五有一個非常好的傳統 叫做要自我介紹 就是要介紹你自己 為什麼 因為哲學星期五 它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它是一個以群眾為主體的論壇 那也別要說是論壇 其實就是大家找個 每個禮拜五晚上 大家來自己聊天這樣子 那哲五都在幹嘛 大概過去 大家有點像那個老鼠會這樣 就是你來了一次 然後你就要去拉另外你的朋友 去拉你的下線 然後來參加第二次 然後那個人再去參加 再來的時候 他再去拉下一個人 來參加第三次 那我們就覺得說 哎這樣很好 就是大家一起來關心一下 我們的公共議題 那哲五他討論的議題 非常的多元 我們什麼都會聊 我們也有聊過棒球 我們聊過音樂 然後我們也有聊 像今天這樣子這麼 看起來好像有點嚴肅 可是又有點 比較年輕的 很年輕的那個 的議題這樣子 可是我們議題一定要有一個 我們要討論的議題 一定要有一個主意 為什麼 然後我們要去聊 看我們怎麼不能亂聊 對不對 我們也可以哪一天來聊美食 可是聊美食也可以 我們也有一個主旨 就是他要有公共性 什麼是公共性 就是說 他可以關乎到我們的公共事務 可以去關心的事情 從那個議題去出發 然後跟我們的社會 跟我們的環境 有什麼樣的關係 那我們就去 從一個公共性的角度 去談論那個議題 所以說我們聊過的棒球 我們聊過的音樂 他都有他的公共性 他會看你怎麼從哪個角度去揭露 所以說為什麼要自我介紹 因為在哲五 每一個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強調的就是 各位群眾的主體性 那並不是說 在台上的人 他講的都是對的 我們希望每一個人的意見 都是平等 都是一樣重要的 所以你來的時候 你自我介紹 說說我們的自我介紹 只有十六小時 可是你可以稍微延長一點點 或是要縮短 我們也沒什麼意見 可是我們還是會控制一下時間 你就可以表 就可以表達一下說 你的想法 對於這個議題 或者是為什麼你今天要來 為什麼你會來參加 哲學星期五 你叫什麼名字 你住在哪邊 那哲五他現在好 還有發展出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那個觀光團的功能 就旅行團的功能 如果說經濟一天 大家有看到那個報紙 或者是在網路上 有看到一些奇怪的截圖 有沒有 那個可能會覺得 有些人好像看起來 有點面熟 例如是那個 那個幹字 幹梯的人 或者是 那個跟幹邪不一樣 我們不做幹邪的那個事情 我絕對不是在講那個網文中 可能大家會覺得那個是誰 對那個 可能會有 對對對 進來進來進來 這個都可以做 不要覺得前面真的很空 因為這個是搖滾區 比較晚來就是要做搖滾區 因為他們買那個票 他們VIP車子比較慢一點 就是這樣 我們重要的 我們重點就是哲五一定要自我介紹 那哲五他是怎麼運作的 他就是依靠了職工 他不執行 他沒有薪水 然後我們平常也都有自己的工作 然後自己要上班上課 然後我們是在課餘 或者是那個閒暇的時間 然後大家把這個禮拜的工作 一起來完成這樣子 然後我們都在線上 我們都在網路開會 我們沒有那個 平常沒有什麼在聚會 就是可能結束之後 然後到處吃吃喝喝這樣子 就是一個很歡樂的 志工團體 所以他的運作他既然沒有吃心 所以來的參加的獎子 我們也沒有付給他們獎子的費用 可是因為有些獎子 像今天的獎子是從台北來 那我們就會希望說可以有 補貼他們一點策碼費 那策碼費的部分的話 我們這裡就有一個小小的箱子 就是可以溢柱的箱子 那如果說大家有零錢 嫌太重的話 要走的時候可以把它投進來 如果說現在我可以傳下去 等一下回來 原本有都沒有了 那如果說大家要走的時候 要記住我這非常的重要 就是大家可以投一下你的零錢 那如果你要投紙鈔 你覺得紙鈔很重 我們也不反對 可是我們這不是募法 因為我們沒有正式的立案 所以就是說 如果大家有餘力的話 就可以抑注一下 讓我們的整個運作 可以更順利這樣子 那哲午的話 請問我剛剛有想到一個東西 現在突然忘記了 好吧 沒有關係 我們就從那個 現在有未滿18歲吧 有未滿18歲的是不是 有未滿17歲的嗎 有未滿17歲的 有未滿16歲的嗎 好17歲 就是16歲然後還沒17歲吧 差幾個月17歲 你覺得差很遠嗎 還好 還好 那你覺得差很遠嗎 還好 好吧 那你們兩個猜拳好了 我們看從誰開始自我介紹 猜拳嗎 快點啊 真的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 好 你說了 因為我們今天是18季的 我們覺得這個這樣不行 這是18季的議題 你們覺得還沒18季 還沒18歲就來了 那我們就開始自我介紹 就介紹一下說 你是哪裡人 為什麼今天要 你平常在做什麼 這樣子 開始了 現在開始了 真的 你不覺得氣氛很熱絡嗎 你不覺得氣氛很熱絡嗎 雖然我那個感冒 然後我有點鼻音這樣 如果你覺得你那個直播有問題 你可以站到這裡來 對著麥克風 對著就這樣子而已 台中什麼 什麼組 台中的直播組 直播組 你們跟什麼 跟誰有關係嗎 沒有 沒有 沒有關係 你們自己一個人這樣子 嗯 你們也是個獨立的個體就對了 獨立之中 獨立之中 獨立之中嗎 好 我們支持你獨立 就像我們支持他獨立一樣 然後我是學生 高中生嗎 對 那為什麼今天要來 因為我也想聯署 啊 我也想聯署 喔 聯署 對啊 聯署 他想要聯署 聯署喔 這個聯署是不是 想不到你還會自己哭哽 所以我們有這個參與聯署的那個 如果說 大家可以麻煩你填一下 讓我們待會收回愛 這樣我們就在這裡展開聯署 想不到會哭哽 對 好 那你還有什麼想要說的嗎 好 那我們把麥克風給下一位 好 OK 看你想要先開始就給誰 大家好 我是 可以嗎 我是今天要拍的跟班 跟班 好 跟班 好 好 那個我叫士豪 然後我是上班族 然後來哲午已經很多次了 所以如果想不到有什麼哽 我其實就想來做 謝謝 所以你看每個禮拜回去都要想哽 就是我你這禮拜要來的嗎 大家好我是余欣 我也是在上班族 然後基本上會來蠻多次了 我也不知道什麼哽 謝謝 大家好我是翰娘 然後現在在台中從事室內 台中從事室內放休 沒有等下是一個笑話 有一個很潮很潮的人 手在路上打一個潮的 好 給他一個鼓勵好不好 真的是需要有戲的 要說這麼有Sense的笑話 也是很需要勇氣的 好 大家好 我是翰倫 然後今天是穆 前一個學長 這是正德學長 你姓石 對 草木倫 真的嗎 姓鼎 姓鼎 鼎 姓鼎 對 姓鼎 對 姓鼎 然後今天就是來這邊 這個議題來感染 學長帶來 想要感染大家的戲 對 反正也是一個老廚會 把學長帶來學弟來 對 然後就希望大家以後 多拉學 OK 好 謝謝 我叫婉珍 然後我是台中女裝生 高山學生 謝謝 你姓查吧 查不好笑 不好笑笑 我叫潘美 我是台中女裝生 學生 我是很高山 謝謝 對啊 未成年 為什麼 今天18禁 你們不覺得這個議題怪怪的 因為我覺得 就我沒有還18歲 可是我還是有 就是 很多自己的意見 就為什麼我不可以投票 就我也想要參與啊 對不對 妳有很多意見 妳有什麼意見 就有很多 我不知道 妳不知道妳有什麼意見 那妳跟我們講說 妳有很多意見 好 很多面對 例如呢 就是 共事務上面 嗯 例如呢 對於 好 那我們 訪問一下那個 對於這次香港戰中 妳有什麼樣的看法 妳有什麼意見 太難了吧 好 不然我們再講一個比較普及的 就是妳對馬英九有什麼意見 可以講 可以講啊 當然可以講啊 我們這裡又不是那個 就 就我覺得 就我覺得很爛 妳要說人家爛 妳要有個理由嗎 為什麼爛 就很多事情就是 我覺得 就是人民的意見很重要 可是 媽媽在幹嘛 對 因為我今天看到一個圖啊 他就說 他好像是老梗 他說狗怎麼叫 旺旺 貓 貓怎麼叫 啊你們 你們不知道啊 貓怎麼叫 啊羊怎麼叫 馬怎麼叫 我管定 我管定 因為我看到了 這好像這老梗 就覺得很好笑 欸 下一位 欸 大文喔 我是宇晨 然後距離十八歲很久 謝謝下一位 大家好我叫石翔 我是住台中 台中人 然後 我想來參加 我是之前知道 就是法國王在十八歲 的時候會有一個 哲學大會套 就是很有趣 他是一個全部的人 可以參與的議題 然後我想說 哲務由來到台中 都很想參加 鼓勵大家每一個人的意見 對 你說什麼 哲學大會 對 是法國那個 對 其實哲務 就是從法國來的 因為 在法國那個 一九 圈圈年代的時候 有個哲學家 然後他就是每個 禮拜五 下午 他就找一群人去 他們嫁閒聊 就差不多下線了這個樣子 喝下午茶 他就這樣 就是 亂講話 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久而久之 就變成這樣子 就 跑到台灣來了 就2010年的時候 就一些 奇奇怪怪的 奇奇怪怪的人 在路邊 然後就開始這樣子 拿著大聲公 在路邊聊天 所以哲務 就開始預作到現在這個樣子 所以他現在有非常多的據點 他有在台北 在台中 然後在台南 高雄 最新的在屏東 可是 有些地方不是每個禮拜有 那台中算是非常的順利 因為他每個禮拜都有 而且每個禮拜的議題都 蠻多元的 而且很多議題也非常的在地 這個是 每個哲務 每個地方的哲務 他都發展出他不一樣的特色 不管是台北的 或者是高雄的 那 當然 我們也要自己說 台中的也很好 我們可以注意說 欸 也許大家可以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比較一下說 各個哲務 每個地方的哲務 他不同的議題 對 那個呈現 或者他整個立座的方式 其實也不太一樣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研究看看 好 好 我們麥克風現在是在哪邊 呃 我是莊佑文 然後我現在也是高二學生 然後雖然 他題目寫十八記 不過十八什麼東西也高 就看了很多 所以不然也差了二 好 欸這有直播欸 厲害 應該不會有那個 有什麼混的啊 好 好 我知道 哈哈 哈哈 這我每次都知道 呃 我是陳玉瑋 那 我是站單 那這次 是我第一次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 因為 我之前 也是蠻附上一些 一個 公公立 但都只是在網路上 我實際上看 那 我覺得說 我得到的幾句好像都不是很完整的 都是很片面的 所以我想說 這次也是我 親自來參與這種活動 然後希望可以給我 顧一下導演一些 價值的問題 你是從哪邊的人吃整理的 我是看You 是啊 就是啊 就是看到影片吧 因為我是縮選 寬過場 然後就 那個 那個什麼 法免那一場 是不是 在墨西咖啡那場 好像是 應該都要台北吧 喔 是喔 OK 我們再跟黃國商壽一下那個網道 到底可以用 我家黃瑜伸 然後我18歲 江森黛 就這樣喔 好 我是陳 今天18歲 好 大家好 我是張秀 就是 我今年是 高二層高下的學生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蔡清如 我也是向高三層高下的學生 然後其實我很早就想要來這邊 所以就利用暑假的 所以像平常就是不能來就是 就比較 比較蠻色的還有蠻夠的 所以要給辦法 你們四個是不是一伙的 你們四個看起來像是一伙的 你們四個學校的 你們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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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一伙 上面有那個 那你們兩個是什麼 學校的 這邊喔 台中 海中 海中 學校 等分發 等分發 所以就是前兩天剛考完試就對了 了解 那以前是什麼學校 這不是在搭訕我們 是在了解我們的主角 為了參加折舞的族群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我們要誰去開發 開發 大甲 大甲高中 喔 是喔 想不到我們的聲明已經遠播到海線區了 還有 好 謝謝 後面 大家好 我是 這是我第三次來到 謝謝大家 就這樣吧 第三次來應該有點感想不是嗎 為什麼 為什麼要來 來 我就是覺得這是一個還蠻稍微思考的一間 對 那 因為這個議題其實有見 不會特別去冠軍 但是就是我知道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角色會想 然後會想來這邊 聽一下大家的想法 怎麼樣 謝謝 因為這就是哲舞的目的 希望說大家可以從不一樣的角度 不同的 不管是那一次 從你的職業的身份 或者是從你的專業的角度去判討或一個議題 那 到底有什麼樣的想法 與意見 就可以在這裡做一個交流 那回去我們可以激盪出更多的思考的方式出來 這就是哲學 哲學沒有那麼奧妙 它的確很奧妙 可是 並不離我們那麼遠 我們平常生活中心就是有一些哲學的存在 它是涵蓋得非常的廣 所以也許大家看到哲學 然後就會有點距離 其實沒有那麼有距離 你來了就知道了嘛 所以下次就把那個人帶來 就說 不要跟他講說什麼哲學星期五 你就說啊不知道 我們就去那裡喔 好像就坐著也不知道在幹嘛 他會用冷氣吹 然後他就來了 他就不會走了 好 謝謝 換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 Amber 也是要第三次來 那很高興 有連續的三期 連續三一個星期都來 那希望接下來 接下來是一樣可以持續參加 我們大家好 我都有興趣 然後我來蠻多次的 都有興趣樂來 有興趣樂來 有興趣樂來 是這樣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台東京中的存在於我 然後我想說就是那個 攜帶正義的問題 就是去年返回遊行的時候 我就聽老闆武當心姐唱的一首歌 不知道是什麼 不過大概就是在講說 其實 航電廠蓋完之後 留下來的是 給我們這一代 就是 不是 決定 不是那些政治人物 而是 留給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 然後我就覺得 體無慣體 我從來沒有發現 原來他們把這些 麻煩留下來 是麻煩到我 然後 我覺得 雖然還沒18啦 可是酒也都喝過了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要再講一下 紙巾內有直播 如果要爆料的那個 自己拿捏一下那個標準 就是覺得想要為 為政策 或者去國家付出的時候 我想 應該也要有一點力量才對 謝謝 那這樣囉 謝謝妳們 然後 我已經18歲 雖然 你們就是 該公投的議題 都沒有公投 然後我也不知道 我有投票權可以幹嘛 然後 該投的政治人物 現在有什麼好投的 但是 我認為 18歲可以投票 還是一個好的開始 所以 我今天就是想要來聽聽 所謂世代真意 最消滅的故事 大家平安 我是遠離18歲的人 所以 今天很高興 看到我們這邊 有這麼多 大概在18、19、20歲左右 這麼一個世代的年輕人 他們到底真的能夠投票嗎 所以 這是一個很好的觀察 所以 我大概在十幾年前 在翻譯 富蘭克林製作的時候 富蘭克林製作裡面 你看 200多年前 他們就已經18歲就可以 有公民權了 那我就不曉得說 那個 我們 當初在制定 20歲 有投票權的時候 沒有考慮到整個世界的趨勢 是怎樣的嗎 然後 現在這個議題 確實是我很關心 在318學運的時候 然後 那時候有提到說 很多憲政議題 要來討論 我第一個主張 就是說要討論18歲 是不是可以投票 所以這個是 我在318學運的時候 那時候 我就有在網路上 把這個消息出來了 然後另外一個 我想 我今天要觀察 還有 你們明天 也許晚上 就會看到 我們這一場 這個 討論會 或者說 這場折舞的 信息 在臉書上發表 我是那個臉書上 一個網站 叫做 新都台語文新聞網的主題 我想 我來這邊很多次了 大概每次活動完了以後 我都會有一篇文章 寫在上面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看一看 我怎麼樣的來了解 說說今天大家的活動 我怎麼樣把它呈現出來 臉書上面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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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把手機拿出來 新都什麼 新都台語文新聞網 立刻搜尋 立刻搜尋 也可以立刻加速 立刻按讚 立刻按讚都可以 大概每篇至少會有一篇 兩篇的文章 在这个新都台语文系统里面发表 当然各个方面的语题都会有 不过我真的很重视 那是完全是用台语文学做的吗 基本上我想我们都会看得懂 基本上比如说我们讲国语讲的很多 讲华语讲的很多 但是基本上你要讲华语把它转换成讲台语 事实上不会很难 所以我并不会很悲观说台语没有前途 真的是转换一下就OK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加入新都台语文系统网 每天可以和我见面 感谢大家 后面那个猴弟弟的 还是不是被Q招 大家好我是Hana 我离18岁没有这么远 但是也不太近了 就是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题目有趣 是因为我18岁之前不知道在干嘛 但是我来周围之后发现好多18岁现在年轻人 所以今天会想说那制度面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改 因为毕竟以后就是要靠这些年轻人 来支持台湾这样子 好然后 然后就是刚刚有传言那个笨字 签到表如果说他没有签到的话 可以慢慢写一下 他是 都写完了吗 好就讲谢谢大家 先到表明就是我们有什么资讯的话 我们就会继续连答案 如果说你第一次来的话 就务必要写 如果你一直都没有收到的话 也请你写一下 可能一些活动的讯息 我们就会寄出这样子 诶 诶 这边 诶 这边 诶 这边 诶 我叫 诶 麦克吗 诶 我叫怨文 然后自由怨文 然后很久了 诶 你叫怨文 怨文 对 诶 你叫怨文 然后平常我在网络上看 所以有点难受的 我叫俊成 其实像这个议题 然后我跟我朋友 今年4月就有再讨论过 那我们那时候讨论的时候 还包括是23岁的参政群 那他们算比较热情 那他们还创一个青年占领设计 这个粉丝专业 而且他们有很多是没有23岁 然后是说想要今天去同意参学 然后要学这样 对 然后再去拿那个诗中 然后让这个议题去 在各地地方 那他们最近有去办一些讲学 邀请大家去训议 那我也有几个朋友 是今年超过23岁 但是也去努力去 就是在各地去演讲 然后想要用很少的钱 然后去参学 那希望可以去 我们这一代的青年 可以去翻转这个政治生态 他们有点出专业 是不是 好 再拿出炒事 青年占领政治 没有听过 如果说大家可以上网关书一下 演出专业 青年占领政治 我是爱奇卫 我是上个月刚考完直考 呃 不是上个月啊 OK 少年 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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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是一個對政治還算熱衷的年輕人 可以說是經驗老到社運場均 你這把人家告解我了 因為在我那個同儕裡面 很少是不是 超少的 318那天和吉他讀書 有人在讀一讀讀一讀 這樣免疫表現啊 就被搭車上台了 哇!沒有熱血啊 不過我對政治每一個議題 我都還是會保有自己的一些自己的觀點 像18歲那種 像今天這集 雖然我也是表示質疑 我不是完全認同 但我有點比較難質疑的態度 因為 但我發現台灣 還不是那麼適合 台灣投票權利 18歲以下的 有部分我是這樣認為 欸你是香港人 欸你是香港人 台灣台中大林 為什麼你的口音有點像香港人 好喔 不是你口音好像香港人 我是想說有一種那個熟悉感 好我覺得你這個 我們希望有人來挑戰一下說為什麼 到底台灣到底適不適合啦 到底台灣適不適合所謂的18歲 那為什麼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已經落後法國是不是 200年 美國 喔美國 200年 那這200年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才趕得上 那還是說 沒關係就保持這個200年的距離 這我們就可以去思考一下 這就是我們今天想要去做的事情 謝謝 大家好我是欣怡 那個我08歲已經有點距離 但我要在這裡承認一件事情 就是我擁有投票權以來 我都還沒有投票票 那以前我不覺得這件事情有怎樣 那但是今年以後我就覺得 這一票是至關重要 因為我來哲午之後我 以前我覺得兩個政黨一樣爛 後來哲午這裡 他們那時候提到一個觀點 也就是說 民進黨是爛蘋果的話 那國民黨就是毒蘋果 所以 那你覺得問題出來了 這是激進側翼喔 這是心意假的喔 我是在這裡聽到的 對 那就是他們說 就是要先選擇爛蘋果 才能把毒蘋果消滅 那我覺得這個觀念我是認同 所以我後來覺得 我這一票是很重要的 其實是選擇爛蘋果 所以我們這次捏定 你會去投票 謝謝 好我們待會應該有 可以回應一下 那個爛蘋果的問題 那個是激進側翼的那個心意假 你說這一個是 毒蘋果怎麼講 爛 一個是爛氣的烹飽 一個是爛氣的烹飽 你是要吃爛氣的烹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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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去造一顆新的好蘋果 奇怪 誒 誒 誒 我沒有在跟你說什麼 大家好 我是許田 就我快18歲 然後就是 就是去年年底 不是約了我和四人同仇 然後我那時候就 超級想要變老 可是就現在反正 就是變 應該不是我變老 應該是製作才有改變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重新室內設計 然後 呃 每個在我下班有空 都會過來了 然後 謝謝 然後 關於這些議題啊 就是 18 18歲的投票成果 我記得我以前比較想 兩 兩 14年的時候 那時候中年大自己 也是很想投票 他說 那時候年輕人比較大 就沒辦法投票 就蠻可惜的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下班的時候 我今天第一次來 然後下班常常化作車 到台中參賽者 那那麼 因為最近的新聞 其實給我震撼滿大的 對影響最大的 就是言論之一 那我想知道說 嗯 我們到底能夠 透過選舉 還能夠掌握的權益是多少 這樣 然後像我曾經可以參加 總統大學開票 可是我當時發現說 就算票 票數差距 沒有很大 可是我們 我有一個疑惑就是 我們 有一半的人 不從另外一半的人的確定 可是接下來 投完票以後 我們 關心的 管道在哪裡 就是說 只有投票夠嗎 那今天講到這個投票 我就想 我就用來關心一下 因為接下來 我要面對的是 就是 甚至是 包括兩岸問題 那這個我覺得 更好的言論中 這樣子 因為提到選舉權 其實我們都 不管有沒有讀過 或者是開過憲法 應該都聽過那四個名字吧 選舉權包括 就是選舉罷免 創之復決 可是我們連罷免 都距離這麼遙遠了 更何況說什麼 創之復決 我們還真的不知道 這兩個要再 這是要做什麼的 有人知道嗎 好 孫文死不瞑目 就是這樣 因為我也不知道 因為好 就算罷免 他既然設了這麼多的門檻 那變成說 就是剛剛提到的 我們好像選完 選舉完之後 就什麼都不能做 都不能做什麼了 那離罷免權 離我們都還這麼的遙遠 那該怎麼辦呢 那我們接下來 這個應該是 講到爛蘋果 所以那個 有機農夫可以 講一下嗎 關於 毒蘋果 跟爛蘋果 這個 我自己經營 我二十 二十四年前 在台中宇宙 所以高興今天 到台中宇宙 在台中宇宙 就學會 然後我現在在 剛剛大家說的 爛蘋果那裡工作 現在在民進黨會部 那 其實 毒蘋果 爛蘋果理論在網路上 講了很久 其實過去也被講了很久 那其實我 我沒有辦法替他去辯駁說怎麼樣 但是我的想法是說 至少我們要勇於 呃 對於自己的決定 做一個負責 就是說我過去聽到很多人說 他 因為覺得不夠好 或因為覺得啊 反正你們都一樣 所以他就不去做任何選擇的動作 那 呃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 自己覺得我 感覺很 很高 就是說 我就 不介入這一些 可是我想 今年的青年們都一直講的 你不介入這一切 這一切還是會在你的生活裡 在你的頭上 所以 非常 呃 開心就是說 至少這一年來 我們的所謂公平參與 讓大家 越來越來越有一點想法 那 其實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也有機會讓現在 大家所看到的 就是目前至少這幾個 正在活躍的政黨 是有機會改變的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監督 過去大家不監督 當然可以為首以為 那 我還是講一下 18歲公平這件事情 我想我的想法是這樣 因為我今年40了 那麼 在政治裡面我看到的想法 我一直都覺得 呃 我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感受 是覺得 其實年輕人這一票 已經站在我們的浪頭的更前面了 那至於60以上 我真的覺得他們沒有在我家戴孫子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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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以上 不論是18以上或以下 其實 對於國家 對於你們未來有 呃 非常 呃 強烈的主動的參與 我真的覺得這是非常值得尊敬 而且非常值得鼓勵的事情 謝謝 我們推那個18歲的學姬成 然後23歲那個產政的那個 而且我們應該推說 那60歲回家戴孫子院 40歲的就不要再靠爸了 哈哈 我也沒有指誰啦 就是 那又靠爸了那個 對 40歲的 不要再靠爸了 就這樣 呃 各位夥伴大家晚上好 那我叫 然後 然後 我之前就有聽過 蛇舞的活動 然後 因為這次是 因為是第一次來 而且 今天的議題 其實我還蠻關心的 因為我們現在 就是 有另外一項是 公民連署 就是 呃 就是 18歲 就是下修 的那個連署這樣子 對 然後 呃 因為我以前是一個 很蠻關心的政治人 但是自從 學運之後 我慢慢 發現其實 我很多社會群體 需要我們共同的公民 來做 來關係這樣子 對 然後 嗯 嗯 其實基本上就是 現在 其實 還是有很多 大部分的 可能 像 今天在場之後 有這麼多 就是 可能還沒有還18歲的 同學 就是 還是有大部分的同學 就覺得說 每天應該過自己的生活 對 可是今天很感動 就是看到有很多同學 他們自發性的 就是 來參加這樣的活動 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台灣社會是有希望的 對 好 謝謝 希望不在年輕人身上 希望在 每一個人身上 然後 他 不管是覺醒也好 或者是啟蒙的也好 我覺得希望在那個啟蒙之後 而不是說 希望不在 不見得在 年輕人身上 不要忘了 我們也是有王秉舟的 好不好 他也算是個年輕人 好 這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 希望不見得在年輕人身上 而是 那個想法跟態度 是什麼樣子 如果說 大家應該也知道死民 他也九十幾歲了 可是他還是有 這樣子的 意志也好 或者是這樣子的 想法也好 那可能 那也不見得他就沒有希望 對 我覺得這個 也許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所謂的希望到底在 什麼地方身上 其實在每個人的身上 大家不要王子北部 大家都很重要 外面也可以進來 你們站在那 不要站在那裡 不要假裝站在外面 你看還是會被tude 我們下一個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陳惠仲 我現在人在台中工作 那我同時我也是 青年佔領這次的成員 因為我們的共同發起人 現在人都在台中 所以他特別交代我 就是來聽一下 關於我們在特朗的議題 由於我個人 我已經超過二十三歲 我有選舉權 也有最基本的被選舉權 除非我要去選台中市長 或者選總統不可以之外 其他我要選基本的東西 都是可以 那我們今天佔領這次 就是 在這個月的十九二十號 在台中有辦公室 之後在NV 應該會有活動專業推出來 主要就是藉由一些未滿二十三歲的人 去參選 去參選 然後沒有辦法參選 藉由他們無法參選被打回票 來凸顯這個嚴重的憲政議題 人權問題 那其實說真的 我們所推的除了青年參政之外 我們也推素人的參政 我們其實沒有反對就是 黃瓜圈圈反對 就是說什麼 超過六十歲以上 應該就要去 該說幾十十歲 其實在 其實在 很多國家的例子 譬如說 金大中 曼德拉 這些人都是七十幾歲 才當上了總統 當上 可是他們的思維 他們的觀念 其實是贏過很多 跟他們同一輩的年輕人 就是跟那個時代的需取多多 比他們年輕很多的政治人物 反而是像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這幾年也是有很多年輕人 包括我自己是儲針彰化 我們現在的彰化縣議長也很年輕 可是這些年輕的政治人物 這些年輕的參選人 多半都是有他自己的家族背景這樣子 所以我們希望推得 除了賦予青年 有投票跟參政的權益之外 我們也希望 也要推動 無背景的人 也有力量去嘗試政治 去改變這個社會 謝謝 我是小米東學生 然後現在放起架 然後我們一次挪一下 前面請坐 前面請坐 大家好 我是小米智空兩性 對 對 大家好 我叫曉希 第一次來來聽聽看 大家好 我是文教的主演 第一次來 好險 主演夫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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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曉希 是大陸 年拜五月子 大陸 應該我是 我們 陳老師 很多人 他小孩要去教授 然後我差不多幾年 就要去教授 男士 男士 我要說 就是 我大陸 人生學 他現場 我相信人教授 像我 有參與 從三十年前 就有參與社會 你懂嗎 現在的社會 我都在參與 我平常是 跟我們以前的建議說 你要來 我有了解 什麼時候 你要做誰 三一百年前 我就有參與 所以我很高雷 他們這些人 來了解 現在年輕人 在上三 我前面 很多人 有知識的人 沒有體育 他們在經驗 他們在想法 和現代 這些年輕人 你怎麼做個結合 是很好的事情 我在三一百 過後的那段時間 我拍攝 有一種很像 很多 我以前的 全部的小運動 的 觀眾運動 他在三一百 他來跟 立法院去了解 很多事情 很多年輕人 也在三一百 他現場去了解 我前面 還在做什麼 我說這是很好的事情 明明不是問題 明明不是問題 每一百 我內政部的請我 也跳過 三一百 警察還在動 我都會動 明明就是明明不是問題 真的 你是你的 你的 你的 你的想法 你的態度 這是最重要的 這 我代表我這個 這段 年齡的人 說幾個月 二十八歲 這十八歲 對我來說 是很廣言的 明明 我十八歲 明明就是 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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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年開始,我說時代,因為我記得那年,我當年不接我去 因為我們時代去電影音樂有在聽博歌 那我那年開始,我會把他坐在一起,我就不走起來 結果主委年,我當年都不敢讓我去看 他說我這樣很負責,因為我們以前在太陽的時代 那我那時代,我會有很多經驗,我們經驗是很平革的 但是我有一個,譬如同學,他也要做巨家 這兩個也退休了,他跟我說一句話 說以前我們公眾人是很平革的,很乖胎 但是一三十年以來,正年三十年前,我們的生活是對的 我也要二十年以來,說一句話 你們現在,像你們的經驗,他們是很平革的 當好也好,當好也好,你們這些,不要在一起 那怎麼辦,跟我說很多 但是你自己去思考,你做的來是對的,是不對的 如果是對的,你的經驗是三十年前,你和我三十年前 到現在,我對我二十年以來,我一路二十年以來 我所想的,我所做的事情 我感到很拼命 我希望你有這天,也是 這我當然不要擔心了 但因為我這過的,我仍然跟共同來混亂 我仍然是一種的緩和 我們這件,這件七六月以後 其實這家的祖父,我是很煩我過的生意 我就看了一段時間 幾百萬台東祖父的志工都在那裡,都在那裡 都在那裡,都在那裡 那不知道我兩人在那裡,台東祖父今天就沒有了 台東祖父今天就沒有了 這我相信我們 特別是因為他代表祖父 他代表政治的公民 組織,但是 身為他跟他一樣 是祖父的志工的 身份,我感到有他們 很驚訝,我覺得我們這時間 要有他們拍拖一下 因為這個說 我們台灣的,他沒有電力,他沒有騎出來 你不覺得我們台灣的聲音都沒有 沒力 沒力就去注意到 因為你的社會怎麼看,大家沒有什麼就變 你不覺得他們 那些人騎出來之後 完全沒有辦法 沒力就去注意,都完全沒有辦法 這是我 很驚訝的地方 我今天不去 今天如果比較少,我講比較多 抱歉 大家好,我是小智 不好意思 就 就那個 就遲到這樣子 然後 就 30多歲 然後 也是住在台中市這樣子 然後 就只是 來哲舞聽聽 聽聽看而已 謝謝 大家好,不好意思 第一次來 我今天 我是 我叫小萬 然後我今年 二十幾歲 然後就是 聽小晟他要來這邊 然後想說來看一看 這樣子 謝謝 就是一個下線 我需要自我介紹 我知道你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你進來了 就是要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叫小當炮 不好意思 我遲到了 你們這個人 小智輩人越來越厲害了 不好意思 我是從那個 台中龍頭那邊 騎乘過來 不好意思 交通比較亂 所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 所以我以後可以做BRD 那 就是 學學星期五的話 就是 在星期五這個 活動的話 我是第一次參加 上一次是在那個 靜尼大學 對那個 就是非星期五 那個星期四 那個余潔 對 的演講 那我是覺得 對這個議題是還蠻有 就感覺還蠻有趣的 因為 其實 就刑法 其他法律一代這樣 那些 其實是十八歲 就已經是成年人了 那為什麼 就是投票的時候 十八歲的人 沒辦法 沒有這個權利 那再來是說 其實 就是 要決定說 所謂的老 或者是年輕 那並不是說 年紀可以決定的 有時候其實 年輕的人 他已經有超前的思想 他 為什麼沒有權力 能夠決定 就是他們的未來 那老的人 因為他的思維 並沒有隨著時代 一直演進 那他們 又有什麼資格 他能夠繼續在上面 還要把大家一起 戴上一個黑暗的未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議題 是還蠻值得提出來的 大家來想一想 所以我就過來請問 謝謝大家 大平啊 我現在中文 然後 我現在在文歌家學 練習這樣 然後今天是第一次來參加 哲宜的活動 謝謝 奇怪 我今天好伴的人都不見了 為什麼會這樣做 因為他們知道每週都要自我介紹 所以他們都去挪起來 欸 這個是 好 對 我們來自我介紹 這是好伴的人 是不是 好 大家好 我是好伴的人 實際電腦之一 我是運荒 那 我剛才發現 我從台東小旅行回來 就是現在有點趕 不過 我想跟大家推薦一下 我應該是 就在這好伴幫我活動 就是 大家應該有看到 這外面 然後或者是旁邊的小套 是排列酒 我這個藍色很可愛的就是 我們有一個檸檬的體驗工作方 那我在禮拜日的時候 下午兩點 會請我們的手作達人 要嘿嘿 他在大大廈一起做檸檬麻芬 麻芬就是蛋糕一種 它是一種比較簡單入門的 一個那個空潤的食品這樣子 那 我們還會請到 就是尼克檸檬鋪的老闆 就是 這邊的專角 有一個 那個檸檬店 它裡面都是賣一些檸檬的飲料 那它會 呃 帶我們就是做 怎麼樣完成一個環保檸檬清潔劑 那這環保檸檬清潔劑呢 呃 它是 我們 我們其實已經幫大家做好了 因為它過程就是 需要一個禮拜的 就是發酵的時間 所以我們已經幫大家做好了 然後到 那天會發給大家 就是我某一瓶 就完成的一瓶 其實那邊就是會看到 就是 感受櫃上面有五罐檸檬 就是我們 一般這兩天就是會有 呃 預計完成的就是作品 那 我們會教大家怎麼做 那這個檸檬清潔劑呢 它可以 墨濾乳 可以變成 呃 洗面乳 然後吃那個 洗碗筋 就有很多的用途 而且它可以就是 它不像一般的 紀念劑 其實可能有很多化食用品 都是用很天然的 無果的方式來完成 那希望 如果大家有 這樣興趣 喜歡環保生活 然後喜歡 就是一起手 做一些食品 來生化 可以供給一起來玩 這樣子 禮拜日下午兩點 歡迎大家 謝謝 我就是全人中學的學生 我都要請館 就這樣嗎 我們還特別低個麥克風 想必妳是要多說一點 你要聽什麼 就妳自己講嗎 我們今天講十八禁 對不對 對十八禁有什麼樣的看法 其實 後來這邊 是因為我 這個學期 在學校開了一堂課 叫做哲學清醒 就是 只要有上課那禮拜五 我就跑去 只是 只要學校 只要學校我全中學 然後 就是我老師跟另外一同學 跑去吃飯 對 最重要的 好 沒關係 全人中學嘛 再留意 大家可以回去Google 他們是一個很有趣的學校 所以你先是來自己上課了是不是 對 我們現在看到門邊有一個那個鋼男的人 以為他 他以為他可以跑掉 快一點 遲到了還是要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政府自公佳 謝謝 就這樣吧 好 那就 結束了 現在就是 最後就是我這樣 大家好 我是佳優 然後我也是政府的自公 那 因為我們今天講的這個就是 大家都變那個標題吸引的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18歲的選舉權的問題 可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23歲 今天23歲以下的舉個手好不好 好 你們通通不能被選舉 你們 你們 不能成為被 就是不能成為候選人 為什麼 好像沒有什麼道理 台灣就是很多事情都沒有什麼道理 很奇怪 可是 好很多事情我們可以不講道理 可是我們法律我們的制度不能不講道理 你想說20歲才有投票選 也許某種程度上我們還可以說 這是民法規定上的成年 可是我們就覺得說 不對啊 你為什麼在刑法上規定 你18歲就必須要服兵役啊 你就可以上場打仗了 你可以有合法的 打仗的時候 你可以合法的把開槍把敵人幹掉 可是你不能選舉 很奇怪 我覺得這件怪怪的 那 為什麼 23歲到底是怎麼來的 23歲是什麼標準 你們有什麼想法嗎 23歲有什麼 這是什麼奇怪的標準 好像是突然說 我們覺得說是不是幹會是 欸 有人說20歲 有人說25歲 這就是我們的 立法者最厲害的 我折招過來 他23歲 這是我能想到的理由 可是說實在 我還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是23歲 這個數字很吊詭 很奇怪啦 好像也沒什麼理由 可是就是這樣了 那就很 那這我們就一直覺得說 這可能是大家很多人不知道的 不知道說 到23歲才可以稱為被候選 才能稱為候選 才能擁有被選舉權 那 在不管是說 好我們去香港的時候 我們發現說 呃 呃 在3D8A啊 或者是去香港 我們看到非常多年輕人 香港的 香港甚至比台灣更年輕 他們是中學生 他們中學生17歲以下 然後他們可能一兩年前 就是從那個什麼 反洗腦教育的時候 開始 呃 參與的這些活動 那你就發現 他們的想法 並不比現在 他們所謂的689 欸 不是我們那個689喔 那他們當然是香港 他有一個很奇怪的選制 呃 他們的那個 他們現在在爭什麼 在爭補選嘛 所以他們原本有一個 他們現在就是靠著代表的選舉 所以他們就是剛好是689 那也很奇怪 呃 這些689他都有擁有一定的 也許他們有一些歷史的脈絡 可是為什麼 其實大家也說不清楚 呃 這些代表去投票的人 決定了你們後 你們這裡全香港人的未來 就像以前我們在講什麼 萬年國旦 萬年國會的問題 齁 一些從大陸地區 大陸地區不是大陸喔 大陸地區所推舉的 福建省的啊 東北省的啊 還有什麼 清藏 那裡的選區未來的議員 然後到台灣來行使投票球 決定在這個小小的國土 這個小小的島嶼上面的 日本人的生活的未來 好奇怪喔 可是香港現在就面臨這樣子的問題 可是我們發現說 很多年輕人想要去改變 這一些已經乘客很久的體制 然後那些體制甚至說不出 他到底為什麼是這樣形成的 然後也說不出不改變的原因 啊他們就是站著那個 站著毛坑波拉屎這樣子 那我們就覺得說 欸這是不是就是 一個世代的問題 他必須在現在我們必須提出來 而且提出來之後我們必須要討論 我們絕對不是 我們絕對不希望說 年輕人好好做著低頭做事就好了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站起來 大家站起來 不管你只要有一顆年輕的心 不要只是做著 也不要只是默默地做 大家站出來 然後想辦法 我們一起去改變 現在這樣子一個非常 我們覺得很奇怪的制度 那我們就來聽聽說 我們今天的主講人可以 可以帶來什麼樣的資訊 因為我們知道 巨頭組他們做這個運動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絕對不是因為318之後 他們才開始決定要做這個 絕對不是 那既然他們這麼久以前 就已經提出了 這樣子的想法 見解 那我們就來聽聽看 到底是為什麼 那我們先歡迎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也是我們哲武的志工總理 那我們就開始 來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大家有個小學生 好 謝謝 謝謝